原标题 原作品的刻意抹黑 让本在让人同情的群体 成为祸国殃民的代理名词 如果大家对太监这个群体有所了解 就会发现愿意阉割进入皇宫的人 都是走投无路的贫寒家的男子 比如晚清太监李年丁 就是走投无路才进身入宫的 据说刚开始皇宫里的太监数量 是有着严格限制的 必须只能是单数 数量是101个人 不仅如此 当时的太监还必须各个品貌端正 身强体壮 太监和宦官在明清以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宦官在商朝时就已经存在着 那时宦官还不都是太监 古丹有文字记载时 就有关于对太监的描述 比如甲骨文就有关于阴时代阉割的记载 商周时生殖器被阉割的男人被称为四人 东汉以后朝廷规定宦官必须使用阉人 那么太监什么时候和宦官产生联系的 这要同明朝开始说起 明朝时宦官是太监的上司 再后来宦官和太监才逐渐实现了统一 明清两代太监的数量鼎盛时多达一万多人 晚清时由于王朝末路 太监的人数与之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减少 当时约有两千人左右 那么当太监劳买他们都去了哪里呢 毫无疑问 太监年迈之后 肯定是要离开皇宫 笔着查页资料后发现 只要有以下几个去处 一 去寺庙里 这是离开皇宫太监们最主要的去处 很多太监都把自己一生的积蓄 用在寺庙的建设上 比如当年北京城有很多太监修建的寺庙 当太监无家可归时 他们都会来到寺庙里度过余生 二 当大户人家的管家 在皇宫里当差需要谨慎小心 太监们审安其中的道理 当他们离开皇宫之后 很多大户人家都愿意让他们担任管家 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三 投靠亲人 前面笔者提到 太监多数都是走投无路 才去当太监的 虽然太监死后是不能葬于祖坟 但毕竟他们当太监也是为了家族生活 很多太监将工资的一大部分将提供给家族 当他们老迈时 也有部分人回到家乡 以上是太监离开皇宫后的主要出路 当然也有部分太监沦为乞丐 那么太监死后又是埋在哪里呢 请听下回分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见的娘好农 wagon 我们下期见的还 ha掉了不下去 不是那么农事 我下期见的娘好农事 那兵好农事 我下期见的娘好农事 雪我下期见的娘好农事 我下期见的娘好农事 谢谢观看